我夫妻也是被他毒死的吧 你不要亂说 我和如前如此恩爱 怎会毒死他 哈哈哈哈 宋静云 这个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呀 大哥的身体长年不好 这个是纵说皆知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是欣云下的毒 如果我有证据呢 夫妻少爷 证据你就拿了 有罗安叔 这是什么 难道你的证据 就是这只不过是我啊 你见识短认不出来不要紧 不过你妈应该认你 你 这个 你不陌生吧 我没见过 哦 那为什么供应商给我的账单里 你常年购买这几种液体 这三种液体本无毒 但只要混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反应 变成剧毒 就算人的身体再好 常年服用这种毒药 身体也会垮掉 而我父亲的血液化验里 明显是常年服用了这种毒药 不是我 你常年购买这种毒药 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不是你是谁 我说了不是我 你不要歇口看人 对不起就在眼前 如果你还死不承认 那我只好吧你 和苏伊堂 你怎么 还打算说与自己没关系吗 啊 父亲真的是你毒死的吗 为什么 你不是很爱父亲吗 你 就是这个 这个 对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 和其他人无坏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 和其他人无坏 为什么 吧 送你去 你跟我走一趟吧 一堂 以後好好聽要說的話 媽別走 蘇晨你給砸中 媽進監獄 我不會放過你的 你沒有拿到天聖集團的合同 蘇家家主就應該由蘇晨少爺了 呸 就他 還蘇家家主 韓律師 蘇晨在蘇家並無什麼根基 你這樣不是什麼好事 我就是蘇晨少爺的根基 以後蘇晨家主就是蘇晨少爺 你們只管聽命行事就好 二叔 不妨 我 老叔 老叔你這是要去哪啊 你上次不是說去香水小廚 被蘇晨給打了嗎 對 當時是不是有兩個女的 和蘇晨的關係不一般 蘇晨那雜首當時就護著那兩個女的 但我也不知道他們什麼關係 能讓他護著的 絕不是簡單的人 這樣 我先去把那兩個女的給抓了再脅迫蘇晨 放你了 那要不要把陳家那個女的也抓了 陳家背後的勢力不容小覷 我們先不要去得罪他們 哎 那帶我一起去 你不能去 你媽之所以揽下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因為要保住你 阿叔 你剛才叫什麼 孩 有件事情 我也應該要告訴你了 其實你並不是蘇晨晨的兒子 而是我和 西雲的兒子 西雲的兒子 陳叔找我有什麼事 是有什麼事情要說吧 什麼事啊 就算 嗯 你是臉紅了嗎 沒有 我臉乾 對了 對了 我也不知道我爸他有什麼事要跟你說 可能是要慶祝 你成為蘇家家主吧 其實沒什麼好慶祝的 不過 還是要謝謝你 以後你在蘇家遇到什麼事 可以找我 那就 先謝過天聖集團的女總裁了 小生賴嗎 臉皮吵 來來來坐 我也不知道你所事 我把換你所有的 都真點 讓陳叔破杯哎呀 不破杯 今天來呢 是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今天來呢 是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不知陳叔所說的好消息是這個 嘿嘿 巴蘭是你們兩個哎 蘇晨你說那個湯嗎 我幫你審不用麻煩我自己審就好 沒事我幫你審 那謝謝 小燦 就是你師父 生前有沒有跟你說 哎蘇晨 我成家 好吧 哎我是閨女 你怎麼這樣不能吃 你師父生前有沒有說過 你孫家 不好意思 我接著的話 啊 什麼 你再說一遍 什麼 再說一遍 你確定消息沒錯嗎 錯不了 我親自派人跟蹤的 蘇晨堂從今早起就不見了蹤跡 蘇晨峰帶著人往香水小豬的方向去了 我馬上過來 需要我帶人幫忙嗎 你盯著蘇晨堂 看看他去了哪兒 蘇晨峰交給我 好 好 出什麼事了 蘇晨峰帶著人去我室友教你了 什麼他想幹嘛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得偏回去一趟 那我就跟你一起吧 不用 蘇晨峰我的衣服 不想把你們牽扯進來 哎哎哎 我的時間沒說了 爸 這是什麼生物啊 這是什麼生物啊 陳叔 等處理我這件事再說吧 哎 要不純家獨到房裡 不用 我自己能解決 嗯 這裏屁啊 凡是能獨到一面 媽 你讓我跳 我幫你擺回來了 你先幫你摘寫 來擦一下桌子 媽 你是不是要請師哥來我們這裡吃飯啊 你師哥呀 剛當上蘇家的家主 我們也要幫他慶祝一下 家主 這麼厲害啊 家主啊 就是個當家的 只是蘇家背後的公司啊 以後啊都為你師哥管 那師哥是不是 又有錢 武功又高 醫術還好啊 對很優秀 哎 你不是不喜歡你師哥嗎 怎麼今兒 這麼關心啊 誰說我不喜歡師哥了 說不定你師哥呀 還記得你拿棍子砸他的事呢 找機會再好好看他擋天 你還是想一想 讓他怎麼過來救你吧 你還是想一想 讓他怎麼過來救你吧 你是誰 我可以告訴你我是誰 但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和蘇晨是什麼關係 蘇晨是我 子涵 你找蘇晨有什麼事嗎 有事 大事 小陳是否哪裡得罪了你 他得罪我的地方可多了 我帶小陳向你道歉 不知道這件事 能否用錢來解決 多少錢都可以 你說個數錢就斷了 不過 你還真可以幫我 怎麼幫 很簡單 先斷了你四肢 你敢 以後 放開他 放開他錄 你個這個東西給我吃了 衹 黏